香港藝術中心連同新生精神康復會 和香港房屋協會 展開由李喜慎基金之助為期兩年的 心靈友善屋邨祖堯村項目 希望透過公共藝術 提升祖堯村居民的新心靈健康和社區聯繫 祖堯村突然有一個壁畫活動 給我們的獎者機會參加 很感謝 在畫壁畫的過程中 見到街坊從剛剛開始被動 到之後就非常熱情 不斷跟我們說 他在屋邨的不同大小事 所以我們真的很開心見到這個變化 好像給他們一個渠道去書發情感 我們透過一連串的公共藝術項目 和超過十位本地藝術家 策劃不同會街的藝術體驗 從屋邨美化 藝術家和小商戶合作 到節慶活動等等 我們希望結合社區的特性 凝聚社區 共建這個心靈友善屋邨 透過理髮的過程 可以跟街坊和社區的朋友 他們可以多一些途徑 去跟人去書發 非常好的體機 要做其他件事 我也很開心 因為可以翻身一點 令大家都舒服一點 大家一起包餃子 是令人很開心的 和一班街坊一起包 很懷舊 懷舊自己以前童年時代 他們來到我們的村 不是單純為了 搞他們的藝術 他們搞的活動 都是圍繞著 我們祖堯村的街坊的生活 每一個活動 都是跟我們的街坊 一起共構和共創的 透過這個活動 令到我們不同年齡的街坊 都充滿力 令到我們對祖堯村 多了連繫感和歸屬感 字幕提供